GYP算是KP运营女团最出色的娱乐公司没有之一 但GYP女团在2022年的发展并不顺利 MAS出道接脸势力 似乎也搭连了GYP对女团话一拳的掌握 其实不然 每个女团的出道都是有前因后果的 当年 Wandergirls凭一己之力让汉流复苏 奠定了其在汉流乐坛的至尊地位 可惜朴正英因为自己的闯美梦 彻底将Wandergirls拉入谷底 而那次闯美失败 连锁反应也影响了MIS A GYP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 没钱捧出道及巅峰的MIS A 这种情况直到TWICE出道后 GYP才重新走回正轨 TWICE做到了前辈女团没能做到的位置 在汉流各大综合榜单 TWICE总是出现在前十 其实 TWICE是唯一没有拐点的女团 如今她没落 是汉流女团正常的更新迭代 六年的Top女团 放眼整个汉流乐坛都数一数二的存在 至于一技 那可真是二人一难拼 他们也是出道及巅峰 TWICE的风格直接杀疯了 可惜他们是在TWICE之后出道 和自家世界团的巅峰期重合了 说白了 GYP就从来没想让一技接班TWICE 这也是为什么MX如此快出道的一个原因 可惜MX让GYP非常尴尬 七个A次成员各种造势 结果出道之后 结脸失败 还直接断了GYP的姻缘口碑 还都含舍 LG说最新韩语 欢迎赞和订阅哦 GYP的声音